还有别的事吗 我觉得它花钱有点大熟大久 比如今年夏天 咱就不说以前的事了 买半截袖买二十多个 而且你买完了以后 你倒把以前旧的 或者是不穿的你倒扔啊 完了我一熟食柜的时候呢 我要扔的 他说哎呀这个不行 这个我得锻炼的时候穿 我要扔它使征就穿着了 等到我说那这个衣服 那个小了咱扔了 不行我瘦的时候还能穿呢 我承认 我就是买衣服去实有点稍微多 为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职业相关 我训练完以后 我得换一身衣服 我不能总穿湿的衣服 塌着吧 然后带一个会员 身上出点汗了 那你就不能穿 以前稍微旧一点的衣服吗 肥子都可得新衣服塌着吗 我是做形象的 你做形象的衣服 也没有固定什么的 也都挺好的 我也不行 但是我没有换的了 我洗完头一天洗完 我第二天又可能没干 我还得有衣服穿 我觉得你这个 简直就是给你自己买衣服 找一个理由 听明白了 您接着说 还有一个就是 他健身的这个事 他因为现在三十多岁 我觉得在健身行业 这个已经不太适合他了 因为他现在 就是这个胳膊肘 还有这个脖子 后边腰都有伤 膝盖 就是一到下雨一天 或者变天的时候 他就会有反应 就这个我俩争执得 特别特别地严重 而且你现在训练量太大了 都一天 有的时候他要有时间 都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练 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练了 就是我能有时间的话 现在都是在课 您是一个职业教练 是吧 对 过去是从事这个的吗 还是半路改行之后 来做的 以前最早练体育的 然后 就是一个体育生 然后不练体育以后 我就开始做健身了 明白了 就是妻子是希望说 不要做那么危险的动作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注意一下保护身体 对 力量力量和大了 对 注意一下保护自己 那你之前的伤 都已经助成了 咱们就是以后 尽量避免再受伤了 或者是咱们可以 适当地保护一下 我已经很保护很注意了 我训练的量已经 由一天 大多数都是五个小时 现在改成一天 一个小时 而且晚上 有时候就是跟会员 出去应酬 听明白了 其实 也不怎么自律地训练吧 就是我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 往这个运动方面引 他呢就想往这个孩子 运动方面引 其实吧 练运动不是说你干职业 我想让我姑娘做什么呢 练练体育 没问题 把你的耐性和耐力 都提高一点 因为我姑娘身体体制吧 也不是太好 只要有一个感冒风波 它都会赶上 我其实让我姑娘体制得好一点 毕竟呢 就是说女孩嘛 我想让我姑娘 以后能保护好自己 因为我觉得 我不能陪我姑娘永久 那么我想让我姑娘能更好一些 不是 小朋友不都在运动吗 不是 现在是和平年代 你看你想的就是 就觉得她的姑娘会有危险 然后她练这些东西 她会保护 不是 她到底让姑娘练什么呀 您不买 就是练那个什么 拳击这些东西 我就在家里买了一个纱带 然后在那个顶梁上 挂了一个固定架 然后没完事的时候 我打纱带的时候 我会引导我姑娘 我说来 姑娘 你过来跟爸爸一起的 每次我说完这句话以后 我媳妇啊 不管是在厨房也好 在哪屋也好 都会立马 敢的 你把那个车去 给我换上鞦签 大伙鞦签跑吗 为什么练那个 把手锅都打锁了 你能负责呀 这一辈子它还小啊 婚女多大呀 五岁 我想让她练练拳呢 或者是学学那个 跆拳道啊 或者怎打呀 都行 一个都不行 我俩因为这事 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我也没法说 他说不行 我就没法跟他叫 在外面吧 我也不想 因为就是说 这点小事 把我俩好不容易 在一起的环境 给打销 所以说这个事 一直在搁浅 一直在 再换一个双方认可的体育项目 让孩子锻炼锻炼身体 不就完了吗 其他的也保护不了自己 他现在学跆拳道的大了 他也保护不了自己 你让他自己有选择能力的时候 让他去选择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一定按你的方式来呢 你的不一定对 对 我承认